有一位年入过亿的老大哥告诉我 当我把下面这两句话误透了 就离年入千万不远了 第一句用体力赚钱就老实一点 用脑力赚钱就机灵一点 用钱赚钱就狠一点 用资源赚钱就圆滑一点 用人赚钱就豁达一点 当我还在思考时 大哥紧接着说出了另一句话 也就是富人的核心思维 大哥说对于普通人来讲 我手里有十分的资源 我才敢做十分的事 而富人的思维恰恰相反 富人会先定目标 然后再去匹配资源 只要依托于这种思维 几乎没有成不了事 没人就去找人 资金不够就去借钱 在这种思维下 仇人可以合作 对手赢了双赢 富人特别擅长拆分目标 富人定好目标之后 会将目标拆成很多个小的行动点 这些行动点拆分出来后 又会被当成很多新的目标 再去拆分 越拆越细 最后你就会发现 无论什么目标 最后都会非常容易落地执行 同时富人会再为这些 拆分处的行动点 匹配相应资源 在这种状态下 执行力会非常的高 说到这儿 大哥看我若有所思 不仅不慢继续说道 富人和普通人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 普通人永远处在一个准备的状态下 当你去找普通人做事情时 他会说自己在积累人脉 资金不够 时机不成熟 在他的认知下 只有他将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后 做什么事情才会成功 而富人一直处在一个做事情的状态 以战养战 永远是一边做 一边组织资源 一边解决问题 永远处在实战之中 相对于纸上谈兵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追得上富人呢 富人的思维 和你目前是否有钱的关系并不大 只要你拥有这些思维 你早晚都会有钱 大哥说完 我至今深受启发 看完这条视频 如果你也有所收获 请点赞收藏